好 今天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台海局勢的現況 那麼中共解放軍東部戰區 在今天凌晨宣布了展開 這個聯合力劍B的微台軍演 而且呢 這也是近年以來 共軍對台第三度的大規模軍演 那麼這一次共軍就特別釋出了 這一張的圖卡 你可以看到總共這個是 三次的軍演範圍 其中有藍色區塊 紅色區塊 還有橘黃色的區塊 那麼其中藍色區塊的部分呢 就是在2022年 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他訪台的時候 那麼第二次橘黃色的區塊 其實就是總統賴清德 今年5月20號就職的時候呢 當時是首度把整個東影 馬祖等等的外島 來列入軍演的範圍當中 而且呢 其實這一次 第三次的是紅色區塊 您可以看到 雖然他的面積比較小 而且也沒有金門 但是共軍也填補了 原先橘黃色區塊的一些漏洞的地方 而且像是北北基的首都生活圈 都被包圍了 新竹 嘉山基地 嘉義台南空軍基地 還有花東的空軍基地 都被列入了這一次軍演的區域當中 所以可以看見 這一次中共想要傳達的訊息 就是要把整個台灣給包圍起來 同時他們也新增了兩大項的主要項目 來看到就是這個藥港區域的風控 以及對海對陸的打擊 那麼從這個利劍A跟利劍B可以看到 本島的區域範圍 這一次是新增了一塊 而外島少了一個區域 那麼其實這個軍事專家蘇紫雲 他其實就點出了這一次共軍的演習 主要有三大目的 第一是要來持續加深台海內海化的訴求 要來展現對台海的一個管轄權 二來是將台灣給封鎖隔離 展現整個包圍起來的態勢 那麼第三點則是要來持續來擴大中共海警的參與權 那麼果不其然 其實來看到下一張圖 就是在共軍宣布演習之後 這個海警局隨後也立刻跟進了 您看到這張圖 它是一個繞行的路線 那麼這個就是首次來海警 來繞行對台灣一圈 那中國海警局其實就有宣布了 包括像是您看到總共有四個編隊 包含了整個台灣的東南西北的海域 它是一個順著的方向來繞行台灣一整圈 那中國海警局他就表示說 這是按照一個中國原則的方式 來依法管控台島的實際行動 那麼其實也就可以明顯看到 北京政府現在是要採取兩手並上的策略 首先因為海軍 他是象徵一個主權的擴張 而海警就是實際治權的範圍 而且昨天解放軍在東部戰區 他是在微信上面發佈了一則戰訓的影片 叫做政隔代彈 也就是強調全時代戰 隨時能戰 而這支影片也馬上吸引了非常大量的關注 帶大家一起來看 中共東部戰區今天宣布 要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從事軍演 對於這種不理性的挑釁行為 國防部要表達強烈的譴責 已經依據國軍經常戰備時期 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派遣世界的兵力應對 用實際行動守護自由民主 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國防部要說明 總統國慶演說凸顯兩岸關係的現狀 以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與人民福祉的堅定意志 好可以看到其實在二零二二年裴洛西訪台的時候 中共就有對台灣來進行整個環台軍業 來看一下詳細的內容 好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十四號清晨宣布將進行聯合力 建圍台軍事演習 而且中國官方對外宣稱是為了證責 台獨分裂勢力 但台灣國防部對此表達嚴厲的譴責 強調中共的不理性挑釁行為完全被離世時 已經依規定派遣釋切的兵力因應 將用實際的行動來守護台灣的自由民主 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另外國防部也表示 總統賴清德在國慶演說當中 凸顯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追求兩岸和平共融的積極立場 然而中共卻不斷以恫嚇的手段 企圖壓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 是真正加劇兩岸緊張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一方 根據外媒報導 這一次中國的軍演 將在台灣周圍九個區域展開 涵蓋台灣東岸西岸以及北部 不過上個星期 美國就曾經表示 中國沒有理由以賴清德的國慶演講 作為對台軍事須壓的藉口 面對中共的軍事威脅 國防部強調全體國軍官兵 嚴正以待秉持備戰 不求戰 應戰不避戰的堅定意志 持續增強嚇阻戰力 建構軍事力量 以及防衛任性 有能力 有決心 有信心確保國家安全 好 其實在這次中共這麼大規模 大動作的又展開第三度的 軍演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方這時候 當然也不能夠示弱 所以包括像是國防部 還有陸委會 其實也都有強烈的表態 首先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國防部的回應 他先說 對於這種中共 不理性的挑戰行為 國防部會強烈的表達譴責 而且已經派遣了適當的兵力 來去進行應付 要來強烈的捍衛我們中華民國的主權 同時他也講到說這個總統賴清德 他在國慶演說的時候 是凸顯兩岸關係的現狀 而且他說總統賴清德 當時其實有倉議 未來在一些氣候變遷 還有防疫等等 比較軟性的議題上面 其實兩岸是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間的 所以中共所謂的挑釁姿勢 並沒有這樣子的行為 另外來看到這個是陸委會的說法 他說面對中共進一步 對台的政軍軍的威脅等等 其實中華民國是絕對不會退縮的 也不會屈從 那麼他們同時也呼籲說 國際社會應該要嚴正來看待這項事情 包括像是要團結 抵禦專制集權陣營的威脅等等 另外也奉勸北京當局 其實要早日認清兩岸互不隸屬的現狀 要停止窮兵獨舞的霸權行為 而這需要帶您看到的是 早在中共今天宣布聯合軍演之前 其實在日前海軍司令唐華 就在接受經濟學員雜誌 訪問的時候就有講到了 他表示其實中共對台灣 是在實施蟒蛇戰術的 他們是絕對有能力 透過封鎖台灣包圍台灣來執行新的戰略 也希望藉此的行動 讓台灣覺得恫嚇 共機飛越台海中線 試圖包圍台灣的規模和頻率 不斷增加 從六號清晨到七號 國防部共爭火 共機二十七架 共建六艘 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更有十九架四共機 跨越海峽中線 進入到北部中部及西南空域 我國海軍司令唐華接受經濟學員專訪時就指出 中國正在使用蟒蛇戰術對台灣施壓 還說中國想要隨時可以封鎖台灣 唐華使用中共擠壓台灣 就像大自然中的蟒蛇 擅長殘繞獵物 逐漸緊縮 絞殺獵物 直到窒息死亡 專訪中 唐華更提到 共機越過台海中線次數 從一月的三十六次 到了八月已經有一百九十三次 行動次數暴增超過五倍 軍艦也從一月的一百四十二艘 增加到八月的兩百八十二艘 唐華並點名解放軍政 試圖迫使台灣犯錯 並尋找藉口來引發封鎖 台灣發布了新的交戰守則 定義智慧中使用武力的道德和合法性 我們限制我們的人 不是為了挑釁或升級 4月美太平洋艦隊指揮官交接典禮 海軍司令唐華才親自出席 隔了將近半年 唐華的蟒蛇戰略說 也再次引發關注